本视频由UCG提供 随着7月29日的到来 《异度神剑3》终于是解锁了 相信有许多玩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进入游戏展开冒险 我们也第一时间体验了游戏的前两章内容 为玩家总结了几条游戏初期的实用建议与心得 1.如何看地图 游戏中总共有三种常用的打开地图的方法 分别是安向右摇杆、加好键和ZL加X键 这三种地图各有各的用法 按下右摇杆 能将画面右上角的小地图展开 此时玩家仍然可以正常控制角色移动 地图会固定以玩家为中心 这个地图会将所有要素都标出来 如怪物、五字枪、遗骸、NPC、梯子、任务点等 最适合玩家开着这个地图 寻找自己附近的任务目标 加好键和通过ZL加X键打开的地图 是整个区域的大地图 区别在于 ZL加X打开的地图以玩家自己为中心 适合用来选取周围的传送点 而加好键则是打开以任务目标点为中心的地图 适合玩家用来查看目标位置和规划路线 玩家在跑图过程中会遇到多种小怪 每种怪物一般会有四个类型 最普通的小怪不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玩家能够从远处看到它们的等级 等级告诉玩家许多的怪物会是红字 而地域玩家五级以上的怪物则会变成灰字 在这些普通小怪中间可能会穿插一只精英怪 它比一般小怪大一点 等级两旁也会有蓝色的标志 这些怪相对较强 玩家可以通过挑战等级合适的精英来刷取经验值 尤其是直接经验值 在精英怪之外还会有boss级怪物 这些怪物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体型变大许多 在等级两旁会有金色的标志 怪物也会有一个专属的名字 这种boss怪物更加强力 不仅要认真应对 还要注意先清理掉周边的小怪 避免被小怪乱入影响战局 死去的boss不会自然刷新 但会留下一个墓碑 墓碑会记录玩家挑战boss的难度和击破时间 玩家可以快速传送到墓碑处 也能通过墓碑再次挑战boss 最后还会有一种携带稀有材料的怪物 它的等级旁会有闪闪发光的特效 击败它们 便能获得平常打怪拿不到的素材 另外要注意 携带稀有素材的怪物也可能是精英或boss 3 直截 游戏在RPG经典的坦克 治疗 伤害输出 三职责的基础上 将每个职责细分出多个职截 每个角色都会有一个初始的特有职贤 随着流程推进将会开放转值 每个角色最开始只能转为一个其他职贤 但通过和其他职贤的角色一起战斗 积攒这个职贤的熟练度 熟练度攒满后 这个职贤就会开放给这个角色转值 角色对于每个职贤都会有一个职贤等级 只有以这个职贤战斗 获取职贤经验值才能提升 职贤等级会影响到角色在这个职贤下的能力时 升级后也能获得一些强化 通常职贤的等级上限为10 但完成特定任务后会开放更高的等级上限 角色关于每个职贤还会有一个契合度 契合度高的职贤升级会更容易一些 建议玩家在游戏初期给各个角色多联一些职贤 以防以后出现角色离对 导致缺少某个职贤的高等级角色的情况 在固定的6名主角的队伍之外 玩家还能再派上一个英雄角色 英雄是玩家在旅途中碰到的重要人物 拥有特殊的职贤 玩家会在特定时期接到英雄角色的相关任务 完成后该角色便会加入 玩家不仅能将英雄角色放在队伍第7个位置上 还会获得角色对应的职贤 与该角色剧情上最紧密的主角成员能直接转职 其余角色则需要通过共同战斗来解锁这一职业 根据目前游戏中的显示 除了主线固定解锁的第一个英雄外 还会有16个英雄角色十分丰富 当玩家看到黄色感叹号的英雄任务 一定要优先完成 玩家每到达一个殖民地 便会解锁该殖民地的牵绊系统 玩家通过一些活动 可以提升殖民地的牵绊 表现形式类似于前作的繁荣度 提升牵绊等级 可以给角色带来一些增益 这些增益对地图探索有很大的帮助 提升牵绊 除了完成殖民地附近的任务外 最重要的接绊点出来源 就是为原野上的士兵遗骸送行 这些遗骸会在小地图上 用笛子的图标标出 玩家看到一定要尽量去完成 还有一个提升牵绊的方式 就是完成收集手册 殖民地中的NPC 会发布一些无限次数的收集任务 要的都是玩家在附近原野 能捡到的物品 玩家只要攒够了一套 就可以在任务菜单里直接交纳 获得奖励和牵绊点数 由于收集手册可以无限次完成 所以是填补牵绊点数空缺的最终手段 经营玩家在跑图时 由于收集一些地上的材料 可以多完成一些收集手册的任务 对提升牵绊等级有很大帮助 本作中 休息点功能众多 会随着流程推进逐个解锁 升级是最重要的功能 也是最早解锁的休息点功能 玩家通过完成任务 获得的奖励经验值 会储存起来 只有在休息点 通过升级功能加给角色 才算是真正消费了这些经验 这一点和前作类似 因此 玩家每到一个休息点 都要先点进升级页面 看看攒下的经验 够不够升一级 清洗和保存 是随着升级一起解锁的技能 本作中 角色的衣服会随着冒险 逐渐变脏 清洗功能 可以让衣服惯然一新 虽然没有实际意义 但看起来还是舒服一些 保存功能则没有什么意义 玩家在非战斗状态下 随时可以打开菜单保存 甚至在主界面按外键 还能快速保存 料理和保住熔炼 是在第二张中途解锁的功能 玩家可以消耗材料做饭 进食 获得一段时间的强化效果 也有提升玩家的经验获取 或金币掉率等等珍贵效果 因此 仅以玩家保持身上 一直有料理的强化 保住熔炼则是消耗怪物材料 保住石和以太精华屏 来制作一种强化石 制作出的保出 可以装备在角色的专门栏位上 且制作一个 就可以装备全队 无需重复制作 怪物材料 需要玩家多讨发怪物 尤其是精英和boss 保住石则是通过任务 和物资相获取 以太精华屏 则通过与地图上的 以太传输线 互动获取 第二章结束后 还会解锁交流功能 玩家在殖民地 会遇到一些NPC在谈论事情 投听之后便会获得情报 在休息处 玩家可以针对这些情报 进行讨论 有些情报只是聊一下设定 有些则会触发一个支线任务 建议玩家 在偷听到情报后 尽快在休息点交流 即使不是支线任务 也能获得一点经验 连锁攻击 连锁攻击是游戏中的一种大招 需要先通过战斗 积累连锁量表 攒满后按加号键发动 连锁量表会在战斗后清零 所以不能提前攒好 继承到下一场战斗 按加号键发动后 会进入连锁 我们需要先选择一种指令 指令上写明了 完成指令能获得的增益 由于不同指令的完成方法 和难度相同 所以玩家可以随意选择了 选择指令后 玩家便要执行指令 玩家每个角色 有一次使用战绩的机会 根据战绩的效果会获得TP 当玩家攒满100TP 便完成了指令 获得增益 并进行一次强力攻击 完成指令后 如果还有没用过战绩的角色 就可以开始进行下一条指令 通常来讲 指令的第一次战绩 最好使用攻击型角色 这次战绩 能获得一个TP点数加成 最后完成指令的战绩 最好是防守型角色 这样指令完成后 攻击TP最多的角色 会获得再次使用战绩的机会 治疗型角色 就用来在中间积攒TP 无论治疗角色获得多少TP 都不能让TP突破100 所以 一定还要一个角色收尾 熟悉这个规律 就能尽量打出三个 甚至四个指令 最大化连锁期间的输出 在连锁攻击中 如果目标已经死亡 会触发一个overkill状态 玩家所打出的超量的伤害 会转化为经验 因此 玩家可以有意识地 保留连锁攻击的机会 在精英怪或BOSS一丝血的时候 开启连锁 这样便可以将额外经验最大化 因此 对于非困难难度开放玩家 只要战斗不吃紧 就可以将连锁机会拿来刷经验 怪物的经验值 会根据怪物相对玩家的等级差而改变 因此 这一招适合前期用来建立 对敌人的等级压制 之后用逐就不大了 本作的系统复杂繁俗 在游戏初期 一气扑开 希望这八条心得 能够帮助各位玩家迅速上手 投入到漫长的冒险当中 巨子 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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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